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细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看看咱们这节课内容 这节课是在PPP中应用日期和时间 有的时候日期和时间还能单独看成一个指点吗 好多人忽略这个问题 其实日期和时间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内容 重要在什么地方 比如说咱们在做一个商城的时候 上传商品得需要时间 对不对 然后按时间统计 什么时候销售了多少 对不对 添加文章的时候也得有时间 对不对 然后是看定文章统计什么最新的文章 什么的都是通过时间来完成的 如果时间你设置不准确 那么会影响你的软件的一些纸费 有的软件是运行不起来的 不仅是PP项目这样的 比如说用加法写的用西写的 都是离不开时间的 所以大家不要忽略时间 咱们就在用两点个时间 咱们总结一下时间的一些 PP中主要的一些用法 好吧 其实时间分两部分 一个是日期 一个是时间 日期就是年月日 时间就是什么 十分秒 对不对 嗯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什么是时间 搓 那为什么要看时间搓呢 对 来 我们 打开一个 先看一下什么是时间搓的概念 好 那时间搓呢指的是unix unix呢是一个操作系统 对不对 那如果不用时间搓的话 咱们平时给大家的感觉 时间无非是这样的 比如说2014年 对不对 嗯 2月14号 对吧 那这样的话是一个日期 时间呢 那比如说是十一点十一分十一秒 对吧 日期和时间 那这样的格式很直观 谁都能看懂 对不对 对 嗯 那要么是这样的时间也可以 比如说 嗯 是 比如说国外的格式 2月 14号 对不对 2014年 对吧 然后十一点 十一分 十一秒 这些都是什么格式后的时间格式 对吧 那这种格式呢 显示给用户肯定得是这种格式 对 对吧 但是呢 我们在程序开发的时候 这种格式不方便运算 嗯 比如说 我拿到这个时间之后 我想你就是什么 比如数据库里边插出 什么 近三天的所有文章 嗯 对吧 或者三天前的所有产品 那你拿到这种时间格式呢 是不容易做加减法的运算 对 而时间搓是什么 时间搓首先第一点 是一个整数 看到了吗 整数我们就能用来计算 对吧 嗯 那比如说 咱们 嗯 那先看一下 这整数是什么格式的整数 对不对 第二个 时间搓是从1970年 对吧 1月1日 到 现在的 秒数 秒 对吧 那有了这个秒数 比如说我随便写一个 这个秒数 对不对 对 那假如说我想求出一天前的时间 只要减去一天的秒数 是不是就是一天前了 对 对吧 那1970年1月1日 也称为计算机元年 时间是从这开始的 对 看一下 这块 自从 unix 纪元 也就格林志 1970年1月1日 零时零分零秒 对不对 到当前的秒数 这就是什么 对 时间搓 对吧 而这个时间搓呢 咱们在程序运算的时候使用 而显示的时候 还是使用这个格式 明白 那意思吧 所以 面子理解这什么时间搓了吧 是一个整数 是方便咱们运算使用的 对吧 那 怎么能获取当前时间呢 只要使用 太 就可以获取到当前的时间 他返回的就是系统当前的时间 那返回来的就是时间错 也就是秒数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返回来的是不是 我们看到的秒数呢 对 这就是当前时间的秒数 对吧 那这个呢 我们说 我想知道一天前的秒数 怎么办呢 对 只要写一个公式就可以了 比如说 减去 一天 是不是 一天 一小时是 一分钟是60秒 然后呢 一小时是变下秒数 3600秒 对吧 再长眼24 这什么 是不是一天 如果想出一周 对吧 这就是一周前的秒数 看到了吗 是不是方便咱们运算使用 对吧 那这个格式 如果我想显示 比如说 这是一周前的秒数 t等于这个 我想把它格式化了 怎么办呢 对 这个格式 别人怎么知道是一周前的秒数 一周前的时间 对不对 那我们需要做格式化 怎么做呢 用 date 看到了吧 time还是过去当前时间的 对吧 对的函数是将这个时间戳转成你想要的格式的 那它的两个参数 第一个就定义格式 第二个就是时间戳 如果不提供这个时间戳 默认就是什么呢 默认就是当前时间 当前时间转成格式 对吧 那比如说 先将这个时间 先将当前时间转一下吧 输出当前时间转一下 输出当前时间转一下 我再输出一下 对吧 这个一周前的时间 存一个时间秒数 就是一周前的时间 嗯 看一下 我们这儿画 算一下 年 是一个大Y 月 日 然后呢 小时是 H I是分 S是秒 看到了吗 那我再写一遍 Y是年代表的 然后格式这个 格式你可以自己定义 你看 月 日 时 分 秒 对不对 那我还可以用中文 多少年 多少月 多少日 对吧 都可以 那我们来看一下 输出的是不是呢 看一下 2014年2月13日 这个对不对 然后2014年2月6号 是不是才能一周前呢 对不对 2014年2月6号 是不是就是我们想要的时间 格式就出来了 对吧 所以 date是格式化的 大家想知道 date的详细的格式化 我们可以参考手册里边 比如说函数参考日历和时间时间 date和time函数 看到了吗 这有date time函数 或者你在搜索 或者你在搜索里头可以 这些都是处理日期和时间的 对不对 其中咱们看到有一个date 是不是格式化日期 格式化 格式化的格式 有这么多字母 你想写什么时间格式 就用这里边的任意一个时间格就行了 刚才他说了用ym对不对 y代表什么大y 是不是四位的年呢 如果想表示两位年是用这个 那咱刚才他还用过了 是大h是不是24小时制 小h是不是12小时制 对不对 i呢 什么 有千到零的分钟数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 这个两个函数的作用 一个是 获取当年时间的时间数 然后一个是什么 格式化时间 但是时间的默认是不准确的 为什么呢 你看我现在的时间是多少 什么 13号 对不对 2月13号的多少 11点12分 对吧 11点02分吗 那我们得看一下 我们现在打印的 是几点呢 是3点02分 对吧 那一个是 现在是11点 这打印的3点 差多长时间 8个小时 是不是差8个小时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PRP是全世界人都在用的一种语言 对吧 而并不是中国人用的一种语言 对吧 那如果默认按中国的时间 那比如美国人用 他怎么办呢 英国人用怎么办呢 对不对 所以呢 PRP程序的默认的时间是 就是默认的时区是什么 零时区 也就是英国伦敦的时间 那咱们现在呢 在英国伦敦东边的8个时区 也叫东八区 所以呢 差8个小时 对吧 以前的办法呢 是干嘛呢 是将这个时间怎么办呢 加8个小时 对吧 怎么加8个小时呢 就是我们在格式化时间的时候 比如说 这个地方对不对 Time 是不是当天时间呢 加上8个小时 8乘以24 乘以60 再乘以60 对吧 当然这个公式 你不用把它算出来 因为你算出来的话 别人不用乘什么 不用乘24 对不对 8个小时吗 你不用算出来 因为算出来 那个秒是别人一眼看不出来 是怎么回事 对不对 只要给计算机来做 你把格式放在这 别人一看就知道 这是8个小时 对不对 所以这回上面的时间 当天的时间就会怎么大 是不是准确了 11点04 对吧 我们每一次在使用时间 都去改这个值是比较麻烦的 对 对 都去改这个值比较麻烦的 所以系统函数里边有一个 让我们可以改变时区的设置 当然了 我们可以在哪改 在P2P的配置文件里边 比如说 这里边 我们搜索一下 你看 是不是 对 时区 对不对 咱们可以怎么的 把它改掉 对不对 或者是在程序里边 把它改掉 如果配置文件 你没有权利操作的话 我们需要在程序改这时区 怎么改 我们后退一下 找一下设置时区的函数 你看 下边是不是都是时区 这几个不是 data时区的 日期的缺省时区的设置 对不对 上面给你获取 看一下 时区设置 只要我在这个参数里边 传一个时区 就可以改正时区的设置 那我们这的话 得在P5.1以上的方面 有效 对不对 以前都是改配置文件 要么改配置文件 要么怎么办 是不是 加8个小时 对 这两个点才可以 那看这个还是 那时区 我们又在哪找呢 你看 所有的支持时区表 我先把这个 加一张 看 所有的时区表 这手册里边这块不显示 我们在下边 所有支持的时区率表 看到这了 我们可以找一下 咱们现在是在哪 是不是在亚洲 对不对 这是亚洲的市区 那咱们就可以找一下什么 上海 对不对 亚洲的上海 上海 是不是这儿吧 亚洲的上海 对不对 如果在市区里边 传这个词就可以了 对吧 或者是GMT 加8 也可以 东巴区 对不对 或者是有三个值 可以在这里传 三个值 一个就是 刚才亚洲的时区表 对不对 这边传亚洲上海 对吧 要么传GMT 加8 东巴区 对不对 那我习惯使得什么 看一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缩写 PRC 对 PRC设置时区 要么你可以传这个 看到了吗 这是修改配置文件 使用这个是可以设置 所以我经常用的就是比较简单的PRC 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我这会儿是不是就不用加时间了 当前的时间是不是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区来做的 来 我们再看一下 看到了 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11点17分 这都都有了 对不对 26号13号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区是我们开发的时候必须设置的一个时间点 好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这节课就讨论这几个问题 记住 重点 第一个 什么是时间戳 是从1970年1月1日 零分零秒 零时到现在的什么秒数可以参与预算的 那第二个就是什么 如何获取当前的时间和如何格式化日期时间 对吧 那第三个就是怎么设置时区 时区这些东西都是必改的 你下面的不是去设计的话 是不是差8小时 对不对 好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的内容 好 谢谢大家 暂时我们继继续讨论 跟时间有关的话 好 再见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 或者搜索高楼峰兄弟联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 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